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 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好 又到我们星期一的录音时间 昨晚我们个人都问候你 很多老朋友看到你 Chris也有来到我们昨天的 周年春明在石门 昨晚的气氛非常热闹 是的 我其实也很想去 但是刚刚的时间安排了 小小撑 对 撑两三天 没办法了 我也留在香港的时间比较长 都要回来这边处理这边的事 是的 Chris说你经常回来当然很忙 我下一次回来是6月24日 是 6月24日 好的 好 那我机票都买了 那次回来就会大约一个月 是 之前看一看 现在正在安排 可能我五月中 Peter又回来 探望大家一次 好 说起你买了机票 现在的机票贵不贵呢 由加拿大来香港 开始贵了 开始贵了 对 你说起 因为这些同学们 要回来香港度假 暑假 会是 是的 一来是已经复偿 然后大家都开始 旅游放暑假各方面 那我今次就是 其实选择不多 我们加拿大回香港之间来往的 很多都会选择 一是乘搭国泰 一是乘搭加拿大航空 是的 其实两家公司是联营的 就是我在满地河 就更加要飞多一程内陆 那最后那一程 就是内陆那一程 通常就停在 中间在哪里停呢 在温哥华 或者多伦多 我两个都试过 今次就停在多伦多 那麻烦的地方就是 最后那一程 一入到加拿大境 其实那些行李就要自己拿 就是要清关 再上内陆那程 这个比较麻烦 以前都试过 以前我们香港 譬如说 非多伦多就算是京允哥 好像那些行李是直接去的 又要自己拿一次吗 回来香港没问题 但是有 香港回去没问题 就是要去中间 第一个落着地点 我今次就在多伦多 在那里就要清晰之关 那我试过 在温哥华试过 多伦多试过 最后一程都是加拿大港公司 那个问题是 经常都不建行李 那么突然害怕 今次又来一次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 你刚刚回程又出事 是的 已经几次了 所以经验丰富 这次已经知道了 怎样做了 那他是不是后来 都是送回你家 是吗 未知 我其实是两天前到 那出了什么事呢 就是搏那程机 转第二个航空 那程机 其实是 可能他知道已经是 赶不及了 就是飞回去的时候 有点五点 是 那就将拙搏的机 就改了第二班 嗯 嗯 其实是好事来的 就是不用那么赶 是 就相差一个小时左右 是 但是呢 问题就是 人就改了 是 正常那些行李 也都没问题 是 但是我其中一件行李 就是那些叫做 大了少少 叫做oversize 超大的 特大的 那就变成了不是正常 大家知道 到现在可以正常 就在 有 櫃台职员的地方 是可以在那裏放在那裏 就输入去 或者现在就流行了 是自助的 就是你自己 在个 机那裏 就把所有东西都按出来 自己贴 个 就是 贴条带 接着就自己放进去 是 正常的那些行李 就这样摆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超大了 借比正常的大 就要另外 就在第二个入口 是 另外要将那份 那件行李 就拿去其他地方 是去 去经回 地勤人员 就帮你再看一次 之后才进去 是 但是就没有额外收费 我就多了一件 收费不是因为它超大了 我其实多了一件 是 你回来採扣 是 其实 其实做的过程 其实这裏也是 就是 航空公司可以都想一想 我先讲行李先 先讲人 好 那这些行李 到最后就是 我着陆的时候 就没有出现 等了一大轮 所有同机人都走了 那条行李输送带 已经 开始停了 没有行李再出了 是 就去 问我公司 是 那一查查到 就是 这次很好 这次 起码查到 你现在 确定了 这件行李 其实就 上了原来 就是 我是 最先 买 机票 接驳 就是 总之上了另一架 那架 我开机要十二点钟 是 就是凌晨才到 让我到的时候 就差了六七个钟 我当然不等了 是 他就说 两天之后 应该会送回来 我现在还在等 再过多几个钟 我们常识说 就是 为了航空的安全问题 就是 人和你 既父既的行李 同时 一班机 但你刚才这样说 真的是一个 安全的漏洞 你可以这样说 是 因为 原本 我是买机票的时候 譬如 上第一班机 那班机 自己 遲了 是 是 那他 就安排了另一班 就是不用我等那么久 就能上的机 那就是好事 是 那我自己人做 就是 人见到 亲自 看着他 下去 送走那件行李 就和我一起去机 但是 刚才说 超了 大件了那件 另外要搞的 就是去了原本那件 就分开了 是 那我都已经问他 是否应该要 拿另一条大 就是另外 再出个帖 他说不用了 你原本有 因为 我说过 是由香港回去的时候 要清关 是 那不用了 你在香港做了 那个 标帖 已经可以了 是 那结果就是不行了 是 希望你很快去收回 你那个 误了到你家里的行李 所以我说 就是说 是要 其实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要搭加拿大航空 都应该 预计了那些行李 可能会 和你一起到 是 那 我 在做 说 登记是 布室的时候 是 有一位女士更惨 是 她是要转机去 识利 是 澳洲 是 两件行李又不见了一件 哎呀 她比我更加大 因为她 问题 因为她还要 飞一条很长的机 嗯 但我想说 大家应该 有这样的习惯了 以后都 我现在都 每一次上机之前 都应该将你的 那些行李 拍了上去 嗯 拍照 即是 那些行李的标签 包括 是 当然要记住 是 但是拍了 是会简单些 嗯 例如你布室的时候 她会问你 如何 你用口说 即是什么牌子 什么颜色 是 始终都 没那么清楚 是 你拍了之后 那她 清清楚 给她看 她再跟你玩的时候 就会容易一些 是 是 你原居 或者移居了加拿大 等她的行李来 就没问题 但如果是公干几天 去加拿大 就真的很麻烦 我很多年前 当然是咸丰年代的 老人家 说一些回忆 我在新艺城的日子 曾经去过 加拿大 就是去一个星期左右 公干 但是就是了 很奇怪 我只带一件行李 不知道为什么 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去 我同事的行李 就没问题 我那个 没了 当然 后来两天之后 才送到我酒店 幸好我在逗留的时间 多过两天 否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个 也叫做 不知道是否一个小小的补偿 她就说 天气是寒冷 我第一次见到下雪 在加拿大 她说你去买衣物 包括底衫衣服 外衣 就由他们给钱 的确是付足的 做足他们的背上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 将它变成习惯 容易点 拍照 好 你播放 很简单 我这件事 看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颜色 是 有红 有红 还有可能有些特征 可能有些行李的绑带 他都容易去识别 第二个就是 不单止我自己今次的经验 就是很多朋友 最近都有同样经验 同样行李公司 通常行李 现在一件行李大的 就不用钱 第二件 很多行李公司都已经收你钱 不要紧要 只要付钱 接着你手提行李 通常现在 大家都会一个背囊 有一个iPad 有一个notebook 手提电脑 背囊是一个之余 多数都是一个 比较小的那些软件 那些软件 那些软件 其实就很多 以前没什么事 相关无事 大一点 就照相机 但是现在我看到 譬如加拿大航空公司 那些软件 基本上都查得很严 大家登机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 让你摆进去 看看你的行李 有个空架 摆不摆进去 摆不摆进去 以前很少叫你摆一次 偶尽 偶尽 看到你很大件 就会这样 但是现在 基本上 看到你大一点 全部都要你这样做 你小的那些 平时想着可以 就这样推一张行李 其实很多都摆不下 是吗 大家要小心一点 是 是 是 现在我的经验 看到航空公司 真的挺紧的 可能他们真的 不知道是否 刚刚 怎么说 即是旅客多了 那些摆行李的位置 更紧张 亦都因为这样 要收一下钱 我想这个才是重要 重点 收一下钱 你真是 亦都放行李 那个23 是不是23 好像是 但是有些只有20 即是紧张了 即是你多一个半个 以前就算了 下次不好 今次我见 又是比较严重 各方面 其实在那里 大家细行器的时候 都要想 今次去 即是再去的时候 可能是 是 航空公司没有这么松手 还有 刚刚多人帮 可能这些乘坐楼 又多一点 那这个就讲行李 就是我今次回去的时候 即是 这个check-in 即是入门 即是入门 真是 登机 登机的过程 即是未进到禁区 即未是 未经移民局进去 即是 之前那些手组 其实经验都一样 是 是 因为大家都 多数都会先在网上登记 那现在 其实是好事 网上登记了 是 是 就会再去到 是 在一架机那里 即是 即是 不经人手 可以 所以 再拿 然后自己 再 drop in 就是 你 不用再 买櫃 重新登记一次 应该进去 快些 但是 今次去到 做 就在一架机那里 做 结果做来做都做不到 搞了轮 之后 就告诉你 不是 即是 你 即是同一家行业公司 不是A 就要C 那行才是 去到C 那行 又再做一次 就是 做 做 过程 又做不到 然后 不是 你要排队入 才行 那 其实 即是 我后来看回 原来他在 这些 这些 自助的 机器 的而且 是一个 有一个 告示 将告示 是我们 正常 大小小 的 A4 有没有A4 大 大过A4 大过A4 就说了 那里 正是做 哪些 目的地 才可以透过 那些机器做 那 贴它又不是 每个机器都贴在那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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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动了在地上 有一块告示板 小小的 你做 你做完 做完 怎样说呢 就是搞完一大轮之后 发觉 原来有份告示 是 是 那他又有 航空公司的人在旁边 好像帮你 他做的时候 又不出声 他不会提示 他应该 一看到你的航班 或者看到你的 到处的地方 他应该立刻知道 没有 他总之做的 机器做出来 是做不到的 然后告示 后来我看 没有包 可以做的 就是没有包 目的地 那这份告示 其实 大一点 麻烦你 你在那些机器 我就想 你其实都是想大家快 那个角色 如果有些人 根本不可以 在那个机器那里做到 那我又排队 我又花了时间 排队 排四五个人 先后才到我 那些行李还跟着我 不如不如去櫃桌 做 不是 我直接看一下 去櫃桌 我又不用阻挡别人的时间 我亦更不用阻挡自己的时间 还有那些职员你在那里 都开声 就是说 这些机器其实是不行的 是 还有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 告示大一点有多难 是 是 Andy 你幸好 我们香港16号 国际机场 就因为 就说在凌晨的时候 不知道深夜如何 怎样 发觉 有些电脑系统有些问题 就重复了 哇 搞到那天 整个机场都乱了 包括人们就说 我网上登记了 对不起 网上登记也是没用的 因为整个系统 已经跪下了 后来 对不起 那天是16号 是 那天是16号 我有些职员朋友 也是16号走 结果都迟了一点 又是去到的时候 不知是什么事 是 这个就是很问题 其实 去到机场 很多人排队 但又不知道什么事 但为什么不可以 有一个通知 我真的不明白 那天 其实就是 商台我觉得 那一招做得挺好的 因为很快就有 他主持人 自己在Facebook 各自人 就是有人拍了照 其实很快 他就追跟进了 然后再在他自己的节目 那里说出来 然后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高 又有把机场的照片 摆出来 就已经看到有些人 是派了上红 那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知道是什么事 其实 就是因为他说了 就是大家一直这样传 那又没有正式公布 是 但是新闻 因为这样 其实在收音机里 已经说了 已经知道了 就是大家知道会迟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事 是 是 是 就是这个状况 就是宣布的系统 就是今次是机管局 加盟网公司 做得一样 是 是 所以我第二天去 17日 其实已经没有事了 是 出事是因为测试 其实是因为测试而出事 真是 很无辜 挺风刺的 你测试是希望 这个系统是更加完美的 是 但是就因为测试那一刻就出事了 是 好了 所以我早了 第二天特地 结果我呢 又是 去到 做完 到到 进去里面 在一个 就是 可以再 直接是 进去禁区 是 用了九十分钟 是 九十分钟 这个时间很久 真的 是 因为搞了大轮之后 我测试了不少时间 排了两次 在那些机器那里 是 说这边那边不可以 去C那边 是 原来的意思 那位地职员的意思 我回想一下 他说去C那边做 其实他的意思是 你去C那边 櫃台 是 櫃台 他没有这样说 他认为在C区 因为在C区那里 也有这些机器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 去C区那边的机器 我心想都奇怪 为什麽这些机器 不是连了线 这边可以 那边不行 第二是又排完一段 才知道 是不行 也试试 是他们的职员跟我做 然后做完 才知道 你去这个目的地 可以的 你要去那边排队 是 排队的过程 又等了 幸好 在C区那里 看到我 能不能切 那一条龙 我就跟他说 我都挺急 我未必能切 他就说 其实在D那边 都做到的 那里的龙短 那你早就说 这些要说 不说的闭嘱 因为现在开始 那边也有一条龙 不过就伏上 但也有一句 我都出门了 待会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 我试试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这个不幸 如果 刚才Andy说 那些推车的行李 到步的时候 掉车 坏了 那怎么处理 待会我们来 聊聊这个问题 好